今天这期视频来的太不容易了 你们也久等了 还记得我花那好几百买的一项俄罗斯产品吗 大浪逃杀 试用了快一个月 终于选出了三样 俄罗斯必买开价产品 这次不得了 创下了历史新低 均价24.3毛3 最低19.9 有我在 允许你们浪费一毛钱 多分卸妆整理 卸底妆卸防晒超好用 卸妆整理 简直就是懒人之光 它不像卸妆油也不像卸妆膏 需要干手干脸 它也不需要乳化 看到了吗 我就裹了两下 直接用水冲掉 就可以冲得干干净净 我们来用卸妆水二次清洁 检查一下它是否卸得干净 UCC反应 而且上脸是绝对不会有紧绷干燥的感觉 整体除了颜色和味道 简直和OBIS的卸妆折离一毛一样 但是你敢相信 价格却只要它的五分之一 非要挑出一点不足 那就是它的香味 比较重 不过绝对是在可接受范围之内 BIO的漱口水 有点像茉莉蜜茶 刚入口的那一瞬间 感觉喝了一口香茶 但是后续含了一会儿 薄荷的凉凉的那种感觉 会非常非常温和的释放出来 吐出来之后又回到了 刚刚入口的那种茉莉蜜茶的香甜 我大大小小用过十几瓶漱口水 真的很少遇到像这种 含蓄温柔又有力的漱口水 相信我 没有人会不喜欢这瓶的味道 这么一大瓶19块钱 自用或者酥铃爸妈 都可以重口味的 可以选白色的这瓶 有点强效薄荷糖的感觉 像小时候用的中华牙膏 和瑞健的那个清凝薄荷糖 味道一毛一样 这东西清新口气 效果一绝 拉度也在可接受范围之内 最后一个是 国内知名度 堪比老干妈的 俄罗斯老奶奶 护发精油 哎呀这个不得了啊 100毫升 26块钱 你敢信 这个就非常适合 发量又多 长发的仔 很多精油啊 它都是简单的保湿呀 顺滑呀 但是这个不一样 它就可以防止头发分叉 分叉严重的仔 从上次教给你们那个方法 这次再免得送你们一个 你在上发膜 或者护发素的时候 就滴姐滴这种 一点都不心疼的精油在里面 然后洗完头之后啊 再抹一层精油 你的头发 绝对会越来越强热 一口气 把我的宝贝都分享给你们 哎呀 不出意外的话 也有负毒